第九十九回 九九树丸 磨产尽 三三行满 道归根 画表八金刚 寄送唐僧回国 不提 那三层门下 由五方接地四直公槽 六丁六甲 护教企兰 走向观音菩萨前 起道 弟子等向蒙菩萨法旨 暗中保护圣僧 今日圣僧行满 菩萨缴了佛祖金旨 我等望菩萨准脚法旨 菩萨一慎喜道 准脚 准脚 又问道 那唐僧四众 一路上心形何如 诸神道 为得心前至成 料不能逃菩萨洞察 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 真不可言 他一路上历过的灾迁患难 弟子已谨记在此 这就是他灾难的步子 菩萨从头看了一遍 上写着 蒙差接地归一旨 谨记唐僧难树清 金蝉遭匾第一难 初胎击杀第二难 满月抛江第三难 寻亲报冤第四难 出城逢虎第五难 折落丛坑第六难 双叉岭上第七难 两戒山头第八难 兜剑换马第九难 夜被火烧第十难 尸鹊夹杀十一难 收降八戒十二难 黄蜂怪祖十三难 请求灵级十四难 流沙难度十五难 收得沙僧十六难 四圣显化十七难 武装贯中十八难 南活人参十九难 贬退心园二十难 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难 宝相国稍疏二十二难 金鸾殿汴二十三难 平顶山御魔二十四难 莲花洞高悬二十五难 乌鸡国旧主二十六难 被魔化身二十七难 耗山逢怪二十八难 封舍圣僧二十九难 心园遭害三十难 请圣降妖三十一难 黑河沉默三十二难 搬运车池三十三难 大渡输赢三十四难 渠道兴僧三十五难 陆逢大水三十六难 身落天河三十七难 渝兰献身三十八难 金兜山玉怪三十九难 普天神南福四十难 问佛根园四十一难 吃水遭毒四十二难 西凉国留婚四十三难 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难 在扁心园四十五难 南扁猕猴四十六难 陆足火焰山四十七难 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难 收复魔王四十九难 塞城扫塔五十难 取宝旧僧五十一难 吉林银勇五十二难 小雷阴玉贤五十三难 朱天神遭困五十四难 西士通惠祖五十五难 朱子国行医五十六难 拯救皮龙五十七难 降妖曲后五十八难 七情迷没五十九难 多目遭伤六十难 陆祖师陀六十一难 怪分三色六十二难 城里遇灾六十三难 请佛收魔六十四难 逼秋旧子六十五难 辩认真邪六十六难 松林旧怪六十七难 僧房卧病六十八难 无底洞遭困六十九难 灭法国难行七十难 隐雾山御魔七十一难 凤仙君求雨七十二难 失落兵器七十三难 惠庆丁耙七十四难 竹节山遭难七十五难 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难 赶捉犀牛七十七难 天竹招婚七十八难 同台府监禁七十九难 灵云度脱胎八十难 路经十万八千里 圣僧历难不分明 菩萨将难部目过了一遍 急传声道 佛门中久久归真 圣僧受过八十难 还少疑难不得完成此数 吉令接地 赶上金刚 还生疑难者 这接地得令 飞云一驾向东来 一昼夜赶上八大金刚 赴耳低言道 如此如此 八金刚闻得此言 刷得把风按下 将他四众连马与惊 坠落下地 亦正是那 久久归真 道行难 坚持堵制 立玄关 必须苦练 邪魔退 定要修持 正法环 莫把金章 当容易 圣僧难过 许多班 古来妙和 参同气 毫发插书 不解单 三藏脚踩了梵地 自觉心惊 八戒哈哈大笑道 好好好 这正是要快得迟 沙僧道 好好好 因是我们走快了些 叫我们再次歇歇嘞 大圣道 所与云 十日贪头坐 一日行酒贪 三藏道 你三个且羞斗嘴 人人方向 看这是什么地方 沙僧转头四望道 是这里 是这里 师父 你听听谁想 行者道 谁想 想是你的祖家了 八戒道 他祖家乃是流沙河 沙僧道 不是不是 此通天河也 三藏道 徒弟呀 仔细看在哪岸 行者纵身跳起 用手搭梁棚 仔细看了 下来道 师父 此是通天河西岸 三藏道 我记起来了 东岸边 原有个陈家壮 那年到此 亏你救了他儿女 深感我们 要造船相送 行白元福度 我记得西岸上 肆无人烟 这番如何是好 八戒道 那只说凡人会作弊 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 也会作弊 他奉佛指 送我们东回 怎么到此半路上 就丢下我们 如今 岂不进退两难 怎生过去 沙僧道 二哥修抱怨 我们师父已得了道 前在灵霄度 已脱了凡胎 尽凡断不落水 叫师兄同你我 都做起设法 把师父架过去也 行者频频地暗笑道 嫁不去 嫁不去 你看他怎么就说个 嫁不去 若肯使出神通 说破非生之奥妙 师徒们就一千个小河也 过去了 只因心里明白 知道唐僧 久久之术未完 还该有一难 过激流于此 师徒们口里纷纷地讲 读下徐徐的行 直至水边 呼听得有人叫道 唐圣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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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来 这里来 四众皆经 巨头观看 四无人计 又没周传 却是一个大白赖头员 在岸边探着头 叫道 老师父 我等了你这几年 却才回忆 行者笑道 老圣 向年累你 今遂又得相逢 三藏与八戒沙僧 都欢喜不尽 行者道 老圣 你果有接待之心 可上岸来 那圆集纵身 爬上河来 行者叫把马牵上他身 八戒还蹲在马尾之后 唐僧站在马井左边 沙僧站在右边 行者一脚踏着老圆的井 一脚踏着老圆的头 叫道 老圆 好声走稳着 那老圆登开四足 踏水面 如行平地 将他师徒四众 连马五口 拖在身上 竟回东岸而来 成所谓 不二门中 法傲悬 珠摩战退 十人天 本来面目金方县 一体原因 使得全 秉政三圣 秉政三圣随出入 单程九转 任周旋 挑包飞杖 通修奖 性系还原 遇老圆 老圆 老圆拖着他们 喜波踏浪 行经多半日 将次天晚 好进东岸 忽然问曰 老师傅 我向您曾阳 到西方 见我佛如来 与我问生 归着之事 还有多少年寿 果曾问否 原来那长老 自到西天玉真冠 沐浴 灵云度脱胎 步上灵山 专心拜佛 几参诸佛菩萨 圣僧等众 一念旨在取经 他是一毫不理 所以不曾问得 老圆年寿 无言可答 却又不敢 欺打狂语 沉吟半赏 不曾答应 老圆急之 不曾替问 他就将身一晃 呼啦地 坐下水去 把他四众连马 并惊 通界落水 亦 还喜得 唐僧突了胎 成了道 若似前番 已经沉底 又兴 白马士龙 八戒沙僧 会水 行者笑微微 显大神通 把唐僧 扶驾出水 登比东岸 只是 精包衣服 安奸 聚尽失了 师徒方登岸整理 忽悠一阵狂风 天色昏暗 雷闪巨座 走石飞沙 但见那 一阵风 乾坤波荡 一声雷 震动山川 一个闪钻云飞火 一天雾 大地遮蔓 风气呼嚎 雷声击月 闪彻红霄 雾霓星月 风骨的沉沙扑面 雷金的虎豹藏形 闪黄的飞琴轿躁 雾漫的树木无踪 那风 交得个通天河 波浪翻腾 那雷 震得个通天河 鱼龙丧胆 那闪 照得个通天河 彻底光明 那雾 盖得个通天河 暗崖荤 荒 风 颓山烈石 松黄岛 好雷 惊者伤人 威势豪 豪闪 流天照也 金蛇走 豪雾 混混漫空 碧酒消 吓得那三藏 按住了惊包 沙僧压住了惊弹 八戒牵住了白马 行者却双手 轮及铁棒 左右护持 原来那风雾雷闪 乃是些阴魔作号 欲夺索取之精 老嚷了一夜 直到天明 却才止息 长老一身水衣 战兢兢地道 悟空 这是怎得起 行者气呼呼地道 师父 你不知旧理 我等保护你 取获此精 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 可以与乾坤病酒 日月同名 受向长春 法身不朽 此所以为天地不容 鬼神所记 欲来按夺之耳 一则这精事水湿透了 二则是你的正法身压住 雷不能轰 电不能照 雾不能迷 又是老孙 轮着铁棒 使纯阳之性 护持住了 极致天明 阳气又盛 所以不能夺去 三藏八戒沙僧 方才信物 各谢不尽 少请 太阳高照 却已经于高崖上 开包晒亮 至今 必处晒晶之时 尚存 他们又将衣鞋 都晒在牙旁 立得立做得做 跳得跳 真个是 一体纯阳 喜向阳 阴谋不敢 逞强梁 须知水盛 真经浮 不怕风雷 闪雾光 自此清平 归正绝 从今安泰 到鲜香 晒经时尚 刘宗记 千古无魔 到此方 他四众 简看经本 一一晒亮 早见几个大鱼人 来过河边 抬头看见 那友认得的道 老师傅 可是前年过此河 往西间取经的 八戒道 正是正是 你是哪里人 怎么认得我们 鱼人道 我们是陈家庄上人 八戒道 陈家庄 离死有多远 鱼人道 过此恒南 有二十里 就事业 八戒道 师傅 我们把经 搬到陈家庄上 晒去 他那里有著作 又有的吃 就叫他家 与我们 将整衣服 却不是好 三藏道 不去吧 再次晒干了 就收拾找路 回也 那几个鱼人 行过南冲 恰遇着陈城 叫道 二老官 前年在你家 替你寄儿子的师傅 回来了 陈城道 你在哪里看见 鱼人回旨道 都在那石上 晒晶嘞 陈城随带了 几个店户 走过冲来望见 跑进前跪下道 老爷取经回来 功成行满 这么不到社下 却在这里盘弄 快请 快请到社 行者道 等晒干了经 和你去 陈城又问道 老爷的经典 衣物 如何失了 三藏道 西年亏白元 驼渡河西 今年又蒙他 驼渡河东 一将尽暗 被他问 西年托问 佛祖寿年之事 我本未曾问的 他虽坐在水内 故此诗了 又将前后事 细说了一遍 那陈城 拜请慎肯 三藏无疑 遂收拾经卷 不期时尚 把佛本行经 粘住了几卷 遂将经尾粘破了 所以至今 本行经不全 晒经时尚 犹有自计 三藏懊悔道 是我们怠慢了 不曾看顾得 行者笑道 不在此不在此 改天地不全 这经原是全全的 今瞻破了 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 其人力所能余也 师徒们果收拾弊 同陈城副庄 那庄上人家 一个船十 十个船百 百个船千 若老若幼 都来接着 陈清文说 就摆香案 在门前营业 有命鼓月吹打 少请到了 营入 陈清岭 何家人隽 聚出来拜见 拜谢昔日 就女儿之恩 随命看查百斋 三藏自受了 佛祖的先品心谣 又托了凡胎成佛 全部死凡奸之时 二老苦劝 没奈何 略见他意 孙大圣自来不吃烟火时 也道 够了 沙僧也不慎吃 八戒也不自前番 就放下碗 行者道 呆子也不吃了 八戒道 不知怎么 脾胃一时就弱了 遂此收了斋言 却又问取经之事 三藏又将先至 玉真观沐浴 灵云度脱胎 即至雷音寺参如来 蒙真格赐宴 宝格传经 使被二尊者 所仁事未遂 故传五字之经 后父拜告如来 使得受一藏之术 并白云左水 阴摩暗夺之事 细细沉了一遍 就欲拜别 那二老举家 如何肯放 且道 想蒙就把儿女 申恩莫报 依创建一座愿雨 名曰旧生寺 转侍奉香火不绝 又唤出 原替记之儿女 陈观宝一乘金叩谢 父请至四观看 三藏却又将经包 收在他家堂前 与他念了一卷 宝长经 后至四中 只见陈家又社传在此 还不曾坐下 又一起来请 还不曾举注 又一起来请 落意不绝 争不上手 三藏拒不感词 略略建议 只见那座寺 果盖的齐整 山门红粉蜜 多赖施主宫 一座楼台 从此立 两廊房 语字金星 珠红隔膳 七宝玲珑 香气飘云汗 清光满太空 几株嫩柏 还浇水 树干桥松 未结从 活水营前 通天叠叠 翻波浪 高雅以后 山脉重重 接地龙 三藏看壁 才上高楼 楼上裹装束着 他四中之相 八戒看见 扯着行者道 兄长的下 甚相 沙僧道 二哥 你的又像得紧 致是师父的 又推俊了些 三藏道 却好 却好 遂下楼来 下面前殿后廊 还有摆斋的后请 行者却问 向日戴亡庙如何了 众老道 那庙当年拆了 老爷 这次自建立之后 年年成熟 岁岁方登 却是老爷之伏笔 行者笑道 此天赐儿 与我们合遇 但只我们自今去后 保你这一桩上人家 子孙繁衍 六处安生 年年风条雨顺 岁岁雨顺风条 众等却叩头败谢 之前那前前后后 更有现果现摘的 无限人家 八戒笑道 我的蹭蹬 那时节吃的 却没人家联请事情 今日吃不得 却一家不聊 又是一家 饶他气满 略动手 又吃够八九盘素食 纵然未伤 又吃了二三十个馒头 一街进宝 又有人来相邀 三藏道 弟子何能 敢蒙至爱 往今夕暂停 明早在灵 时已夜深 三藏守定真经 不敢暂离 就于楼下打坐看守 将及三更 三藏悄悄地叫道 悟空 这里人家 使得我们道成事完了 自古道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空为酒烟 使了大事 行者道 师父说得有理 我们趁此深夜 人家熟睡 记记得去了吧 八戒去也知觉 沙僧尽字分明 白马也能会议 遂此起了身 轻轻地抬上驼舵 挑着弹 从五郎驼出 到于山门 只见门上有锁 行者又是个解锁法 开了二门大门 找路望东而去 只听得半空中 有八大金刚叫道 逃走的 跟我来 那长老门得 香风荡荡 起在空中 这正是 单程实德 本来灭 体贱如如 拜主人 毕竟不知 怎生见那唐王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